电转小黄金万两 大家好 我是安卓公小米 今天从网上接了四个组的安装 然后到客户家 他这边还有几个锅道灯 还有一些桶灯开关插座 今天把所有的活全包了 今天是一下午要把它搞完 由于时间的关系比较紧迫 所以没怎么拍视频 简单的拍了一段 主要就是针对客厅灯的 取证方法 放线的技巧 然后拍了一点 然后就是紧接着干活了 一直都干到八点半 他这个全屋的单开关插座桶呢 加起来一共有四百四百五十多块钱 忙一下午 时间比较紧迫 针对这个客厅灯呢 我们第一就是取一下顶子的中心 然后在顶子上用铅笔做出标记 然后 我们在地上用水平仪 开始放线 客户家这个主灯的线不够长 先给他做一个加长 延长 现在我们准备放水平线 用我们的水平仪放出一条竖线 然后平行于地砖的缝隙 顶上的线重合我们做的标记点 这样打出来就是一条直线 然后我们把灯 沿着这个点放上去左右平行 然后就可以做标记了 打孔的时候我还是这个办法 掏个塑料袋 这个就地取材吧 这个袋子到哪里就按灯不缺的 打孔的深度呢 我们一般控制在四到五公分 然后在钻头上面可以用胶带做个标记 不要打得太深 前边一个视频拍过这个梯子 就是梯子上打个孔 就是插这个电钻 因为我的腰包太小 放不下电钻 就把它插到梯子上了 感觉比较方便 比较实用 这个方法其实就是我装这种 长方形啊 正方形啊 这些吸点灯 节衣吸点灯 方线的方法 这个我感觉还是比较实用的 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吧 习惯了用哪种方法 一般是不容易换的 扣上灯罩 这个灯就算完工了 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全屋的整体安装效果 灯全部亮了 这个家就真的是太漂亮了 尤其这个过道灯 金光产产 好了 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关注 点赞 拜拜